近日,美国媒体《国家利益》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消息称,美国即将在西太平洋区域部署5个航母战斗群,这也是美国近几十年来在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军事动作。 现在的美国拥有11个以核动力航母为中心的战斗群,一旦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5个航母战斗群,就相当于是把美国海军近一半的力量放在了中俄的家门口。 而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来看,俄罗斯方面很有可能已经将中国当成了他们的底牌。 普京表示,相较于俄罗斯,西方更害怕中国。 近日,美国著名的媒体《国家利益》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消息称,未来美国海军将会把11个航母战斗群中的5个都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 此前,美国就已经将里根号、卡尔文森号和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部署到了西太平洋地区,这本就给地区局势带来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 而《国家利益》的记者声称,美军的华盛顿号航母也即将重回横须贺港,此后这个航母战斗群将会常驻在东亚地区。 另外,也有卫星图像拍摄到了美军航母最近的动向,根据图像显示,美军的林肯号航母也正在向西太平洋地区进发。 这是要吓唬谁? 事实上,目前只有三艘美军航母在西太运行,所谓的其他两艘在路上仅仅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可能性。 如果让美军五艘航母围绕中国转,不仅仅是对中东等世界各地反霸事业的重大贡献,也是消耗美国的有效办法。 尤其是,当美国五艘航母来的时候,只需要一个动作,美航母只有落荒而逃。 外媒热炒美五艘航母部署西太,这是环球网报道的,题目很吸引人眼球。 美国将史无前例地把全部11艘航母中的5艘部署在西太平洋,向中国展示实力,来自中国香港和美国媒体的这一报道,近日引发关注。 事实上,很多这种消息,其实是反华势力目的明确的认知战,恰恰是通过我们的媒体,原封不动地传递到中国,帮助敌对势力实现了目的。 这方面,在美西方牢牢掌握舆论主导权的背景下,有两方面的有效对策。 一方面,要对外媒的信息进行甄别分类,尽量客观报道,不做反华媒体的传声筒。 另一方面,要做好对相关信息的调研和分析,客观并深刻地指出外媒热炒这些信息的目的。 尤其是在争着抢着转发外媒信息的时候,得有自己的立场,不能照搬。 比如说,对于这一次所谓五艘航母齐聚亚太的事情,这五艘航母到底是哪些航母? 是客观现实,还是估计分析,是照搬原文,还是综合分析? 其实很重要,要做人民信得过的媒体。 事实上,这五艘航母连已经趴窝连续几个月没有出港的里根号航母都算上了。 外媒以及台媒是典型的唯恐天下不乱,制造恐慌气氛的姿态。 但这些势力没有想到的是,经过中国股市暴跌的亿万中国人民具有超强的抵抗突发事件的心理素质。 美国十一艘航母都来,也不会引发恐慌,更何况意想中的五艘航母。 中国人民心里有敌,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军人也是心里有敌,来了,大海就是美军牧场。 这一点,美国智库模拟了很多次,就是赢不了。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南华早报2月14日称,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今年可能将近一半的航母部署在西太平洋,以发出威慑中国和朝鲜的信号。 报道称,三艘美国航母已经在西太平洋运行,还有两艘即将抵达。 它们的到来将标志着美国11艘航母的5艘首次同时在该地区执行任务。 根据上述报道,三艘航母是这样部署的。 一是林肯号,今年2月5日,美国太平洋舰队旗下航母林肯号被发现驶离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哥姆港驶向西太平洋。 二是华盛顿号,美国海军证实,已完成维护保养的华盛顿号航母今年将重返日本横须贺基地,取代里根号航母,成为美国第七舰队航母打击群的核心。 三是里根号将离开日本,返回美国进行维修保养。 而且,里根号航母正处于躺平阶段,已经连续多月没有出港。 另外,两艘航母是什么呢? 近期美海军官网发布的主要舰艇动态,不难看到在西太平洋或向这边运动的美航母有卡尔文森号和罗斯福号。 尽管有烂于充数的嫌疑,但真有可能在西太平洋出现五艘核动力航母齐聚的场景。 而按照以前通常说法,美海军齐聚三个航母战斗群就是要干大事的节奏,齐聚五个航母战斗群更是明确的战争征兆。 但问题在于,事过境迁,面对美军无法拦截的解放军东风快递,就算美国的11艘航母都来了,中国有足够的导弹,让这些航母有来无回。 可如果美军不敢开战,那耀武扬威的代价就很大了。 而从美国和中国台湾媒体的标题看,也是自我安慰、虚张声势的一贯腔调。 台湾媒体《中国时报》已20日凌晨4点,已罕见。 传媒五航空母舰将其具西太平洋为520台湾新总统就职做准备的标题,渲染恐慌起飞。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甚至打出标题称,美国海军很快将在中国的后院部署5艘航母。 尽管如此,美国表达自己强烈的意图,也就是尽管深陷以色列和乌克兰两个大陷阱,但依然有力量聚焦印太地区。 这也是新加坡外长说,应竭尽全力避免世界开辟第三战场,也就是亚洲战场的原因所在。 但与此同时,美国有两点很清楚,其一,俄罗斯比美国更加期待,或者说美国开辟亚洲战场,对俄罗斯最有利。 其二,就算美国11艘航母都来了,也都是解放军东风快递的囊中之物,根本没有安全可言。 因此,这种时候,美国也就是耀武扬威,虚张声势而已。 对于这种企图,我看解放军不妨进行东风快递的群发演习,五枚够了,或者就打11枚,就足够震撼了。 同时有消息人士却声称,普京对于美国航母逼近西太平洋地区的行为也并没有感到紧张,因为俄罗斯早就已经将中国看作了他们最大的底牌。 早在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接受了美国著名媒体人卡尔森的采访。 在采访当中,普京直言不讳地谈起了中国、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外交关系。 普京表示,相较于俄罗斯,西方国家更害怕中国的崛起,因为中国拥有着俄罗斯所不具备的潜力和实力。 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而俄罗斯的人口也只不过才1亿多,如此巨大的人口数量差距背后所代表的是发展潜力的差距。 况且,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近些年来不断地对自身所掌握的技术和装备进行更新换代。 现在的中国军队已经完全有实力与美国海军一较高下了,这也是中国与俄罗斯与美国展开博弈的底气。 而且,中国的经济即便是在全球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之下,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这也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集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要知道,现在中国可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每实现一个百分点的成长都相当不容易,光是中国经济所展现出的这种韧尽与底气就是旁人所不及的。 长期以来,由于媒体的宣传和报道,很多人都将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看作是不可战胜的存在。 但事实上,美国人引以为傲的航母战斗群早就已经没有了昔日的风采。 不得不说,普京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眼光还是非常独到的,他精准地判断出了美西方在相关事件上的顾虑并明确地摆出了中国的优势。 从西方各国在许多国际事件中的表现,人们也可以看出,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为了围堵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如今,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五个航母战斗群,根本下不住中俄两国,更不会对改善当前全世界的紧张局势起到任何积极的效果。 不过,有军事评论员也对《环球时报》表示,目前只有国家利益公布了美军航母进入西太平洋的消息,其他的美国媒体还没有发声。 所以,我们不能排除国家利益的记者为了达成某种目的编造假新闻的可能性。 美国究竟会在西太平洋地区做出什么样的部署和举动,还需要看后续的发展。 水来土掩,兵来降挡。不管美军的此次大动作是否是样子工程,这都对解放军的反航母作战能力提出了考验,但也不用太过担心。 中国海军虽然在航母数量上不占优势,但驱护舰舰队的实力绝对不落于太平洋一线的美军极其盟友。 特别是八艘055型,已经成为了让美军舰队颇感头疼的存在,再加上陆基航空兵、火箭军等部队的配合,美军就算是真的拉来了五个航母战斗群,也无法彻底扭转西太平洋上的力量对比,反而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自身在舰队轮换等方面的问题。 当前的世界已经处在多极化的浪潮当中,任何一个国家都绝不可能置身事外。 但我们不得不说,如果美国还妄图继续维持那套以自己为中心的霸权逻辑,就必然会被历史所淘汰。